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下午的3点27分 涨293点 今天外资买超92亿 外资一定很不甘心 昨天卖了200多亿 把大盘给压低了将近200点 就今天一开 马上就开上来200点了 今天台北股市一开盘就是200点 昨天外资白昼刚 今天一开盘就是200点 最多涨了293点 那昨天外资故意打压台股 25000口的净空单 故意打压台股的结果 自食恶果 你不要以为你钱多 你就一定会赢 可不 不一定啦 股票市场不是比钱多的 是在比做对做错 加权指数部分有跟大家谈过 就是区间震荡到第60天 就是区间震荡到第60天 你看我讲完之后 我讲完之后是不是就是区间震荡 我在第一根长黑棒的时候我就说 进入区间震荡 是不是叫区间震荡 一下涨一下跌 一下涨一下跌 不重要 你只要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管内卖堆压台股票费 钱一样照赚 六月营收陆续发布 紧接着第二季财报 接踵而至 掌握底部的买点 跟加权指数涨跌无关 钱一样继续获利下去 现阶段的重点就在各股财报 从美国到台湾到全世界都一样 昨天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涨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也不错 昨天道琼涨162点 纳达克涨0.84% 费城报告题涨1.24% S&P500指数涨0.62% 现在欧洲开盘全部都红盘 今天亚洲的部分 日本涨506点 香港涨192点 南韩涨0.48% 日本股市最近不错 有加速上涨 要创历史新高的味道 台湾股市目前是区间 创个历史高 再做区间的震荡 昨天美股的部分几个重点 昨天苹果涨1.6% Google涨1.1% 微软涨0.56% 亚马逊涨1.42% 为什么谈这四只股票 这四家公司 除了是前五大以外 昨天股价全部都创历史新高 昨天股价全部创历史新高 AI部分 安谋涨2.9% AMD涨4.2% 美超围涨3.06% 昨天AI的股票表现比较平稳 回答昨天跌了1% 昨天表现最强的特斯拉 特斯拉昨天一天大涨10% 在收盘之后 特斯拉发布第二季的财报 跟交车数 原本市场预期交车数 应该是会下滑 没想到发布出来之后 第二季 全电动车的销售数 竟然夺冠 超越了比亚迪 去年比亚迪开始超车 超车完之后 大陆电动车全面倾销全世界 特斯拉压力好重 所以股价一直跌一直跌 那最近在财报发布前 开始上来 结果发布出来 全电动车的销售超越比亚迪 这会不会有内线 有没有内幕 因为当市场都看坏的时候 股价竟然开始涨了 财报发布出来 竟然是利多了 所以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等到报纸 等到新闻出来 都想问 事先你就要去掌握 领先别人开始卡位布局 财报的发布 股价再高的利多一样会下来 会变利多出镜 在底部的利多 就会变成底部利多补涨 对 特斯拉又是一个例子 前几天的美光又是一个例子 所以财报期间 你找底部的股票买就对 尤其业绩好的 昨天台股最强是 太阳能 对 昨天太阳能 几乎都涨停板 因为Google说 要来台湾投资太阳能 然后投资储能 我就是跟大家讲过 不要因为报纸 你就跟他赌你的身家 报纸的消息哪来的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你只会看而已嘛 你根本不知道来源嘛 那你光是看报纸就跟他赌 十读九书啊 我特别提醒你 会不会今天就下来 会不会礼拜三就下来 上个礼拜是 太阳能全面大涨 也是一堆人都在讲太阳能啊 只有礼拜五开高走低 礼拜又跌 昨天一见报又涨 跌的时候没人敢讲了 昨天一涨 全部又要讲太阳能 我真的跟你讲啊 美国的太阳能公司股价在崩跌 美国的太阳能公司股价在崩跌 股价在崩跌 从76崩跌到剩20 你不要因为报纸一个报导 你就义无反顾的进去了 你看今天是不是 苍和一开很快就跌停了 今天是不是开高走低了 之后被我说中了 我说太阳能我不碰 都是亏损的公司 我何必强迫自己 去投资亏损的公司呢 对不对 你看你昨天买 开心一天 开心一天 欢喜一天 今天马上跌停 明天会不会直接刷下去 这么快啊 你拉得急跑吗 一直移就跌停板了 所以一报一卡银啊 不要去迷恋那种报纸的股票 你要写报纸让你看到 会不会是设了一个局 要把你骗进来 耳鱼我诈 自己想想看啊 今天最强势在金控股 开发金涨停 国泰金照风金 所以大盘在区间 肋股一直在轮动 都有机会在的 金控是最大机的 股本都是一千多亿的 难怪今天加权指数这么稳 因为金控起来了 开发金涨停板 想不到啊 连开发金都会涨停板 开发金 我们在13块8已经开始布局了 我不是今天才买的啦 今天涨停板 我不是今天买的 我从来不做那种事啊 我早就买了 13.8已经买了 你们都知道啊 13.8买 买个100张 没多多啊 一张万三而已嘛 买个100张 不过138万而已 138万 除息又填息五百元 今天16.35 一张三千 十张三十万 买个100张 138万 138万赚30万 我当时为什么买开发金 当时为什么买星光金 我给大家看过嘛 前五个月金控的获利排行 开发金 0.77 华南金 0.7 一个15块 一个25块 是不是凸显出 它的投资价值 星光金 0.66 玉山金 0.7 一个28 一个19 台信金 0.58 还比它少 都有18块 都是它的倍数 所以从财报里面 凸显出开发金 跟星光金的 严重低估嘛 所以我没有乱买 都设计好的 都精算好的 对不对 今天开发金 是喷出去了 里的里趴 所以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很容易达成 星光金 8块2倍 是不是又是底部买进了 今天星光金 10.4了 2块钱了 8块钱的股票 赚2块钱 是快30%了 我在买星光金 买开发金 我把理由都跟大家讲了 讲了好几天了 你有买吗 8块钱你都不敢买 那你玩个屁啊 13块钱你都不敢买 130 300你都在买了 13块钱你不敢买 林能源是不是专门找中 最安全 尤其能够赚大钱的股票 给会员投资 润泰权 60块钱买的 每股净值96.6 今年至少赚一个股本 还要冲出去了 你还要赚4% 没有其他老师在讲中股票的 大家都只是一直在追强势股 一直在追高而已 没有人像林能源 专门找这种 稍微大碗 探大级 股价严重低估 从底部带着会员投资 方法对了 各行各业各类股 情况都是一样的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卖那对关 你在股票市场 路才走得远 我带你进行会带你出 我今天卖两只股票 今天卖台光电 500块卖一半 9点56分 另外一档TPK 42.5卖一半 9点58分 买一档感情较不算 台光电卖500 我们360买的 对不对 360买500卖一半 360买500卖一半 一张140块 一张14万 十张140万 买个十张360万你们都有啊 360万赚140万 获利就这样来了 TPK今天42.5卖半 收在42.7 没一半就没一半 没一半感情到没参 TPK我也给大家看过啦 修正46天结束 修正44天 会再走一波 静止95.4 股价才三十几块钱而已 近时95.4 股价才三十几块 你不敢买 你要买什么呢 你看今天42块半 我买了 对不对 占给20%啦 哪些公司营收有机会创历史新高 第二季财报 第二季财报有机会大爆发 你要找个勾票嘛 在他数据没发布前 你就要先把他找出来 长龙航投信大力的布局 买了七十几万张 企图心很明显 对 长龙航跟华航外资在大买 北美航线运费飙涨 暑假旺季 我们29块31块就开始几买了 也35%了 你们都知道的啊 有买有赚 有点都有谈 金像电 六月营收创历史新高机会也很大 第一季财报成长184% 股价大调整 我们要的就是重 业绩大爆发股价大调整 我们都对矩点落效 你看188买 上礼拜一 趁大盘大跌的时候 210不除息的卖出 这样10点就22万了 要除息的续报 除完时就会跟大家讲 中底部的股票 闭着眼睛买就对 礼拜五206 昨天219 买个10张 连3块半的骑都赚到了 买个10张35万 188万的35万 很好啊对不对 这样一小段而已 一小段而已 买个10张就35万了 这买的都是买的 没有什么好说的 当大多数人都在高档抢股票 零和宴带货云在地下室坐电梯 专买超跌的GEO股 台光店也是啊 360买的 我现在500块钱卖一半 早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买底部利润拉开之后 你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你有足够的成本 有足够的本钱 跟他玩大波段的 38、50%是很好赚 刚才变当年啊 所有操作过程都公开给你看 亚乡 也是啊 时间到也提醒你 213、217、220 上礼拜245 买个10张又32万 礼拜一涨停板264 买个10张51万 要不然结束了啦 没那么快结束 3月那一波反应年报行情 EPS12块钱 今年一股是24块起跳 很厚标的股票 很会标的股票 这一次会标到哪里 我不知道 我不是主力 我怎么会知道呢 管它标到哪里 重点是你在车上 你有在车上 行情标跟你才有关系 你如果没有在车上 行情怎么起到你也没关系啊 对不对 亚乡接货世界先进 新加坡的订单 这两天刚出来的消息 你放心跟着我做 该卖的时候我会带你卖 你看台表科 115买的 只能涨停板 今天台表科也继续涨 今天台表科141了 还有啦 您的厌只会带货员到地下室坐电梯 我来车 对材料KY你们都看到了 这个600跌到300 300涨到400 这我就不再重复了 我也创爱注意啊 我也创爱注意啊 材料KY 我们320 330 350一路买进 上礼拜949 10张就229万 今天材料KY 涨了30块钱 底部刚完成 双底完成 收敛三角形到尖端 这两天会噴出去 要注意哦 这两天材料KY 要噴出去 要注意哦 反正我们买那么低的 我们净率不败之地 我们贏的嘛 对不对 你标越高 我赚越多 我再找底部的股票给你 我再找底部的股票给你 30% 50%来获利 一档接便当 股票不用多 一档最强的个股 把资金集中 行情发动之后 你的利润翻倍就会最快 三号已经即将达标了 等达标再开给你看 现在开始在布局第四号 我们现在开始布局第四号 一档七个月底部的股票 融赚单股第四号 开始布局 有兴趣的 我们福山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考究顺利 等公司以往节绩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 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首先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中学教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